今天我们五兄弟姐妹要去Darnok河 Habzai就是Hatyei做四天三夜的旅游 这也是我们五兄弟姐妹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这么奇人一起出游去外国 现在我们在小妹的家集合 我们是会驾车进入泰国的 一共有四辆车 这也是我第一次驾车出国旅游 所有人都到齐了 可以触发了 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现在停在了俄伦的休息站 上个厕所 继续赶路 我车上坐了五个人 我们选择下午出发 为什么会选择晚上去呢 因为早上的关卡会有很多车很多人 之前看到许多报道 很多人卡在关卡 有的要用两到三个小时才能通关 为了避免等候太久时间 就选择晚上进入 比较少车 到了亚罗斯达 路边开始出现许多的稻田 景色宜人 来到了张伦 在这里先办理买个汽车保险 进入泰国是需要这个保险的 不然车不允许进入 不同车款保险费也有所不同 我们的奥扎车被归类为MPV 需要付55块 SUV才需要45块 已经过了泰国关卡 到了我们Darnot的酒店 两个大老板 我们今晚住的酒店是 The Ring Border 一间房子需要大概90码壁 刚才过关卡 真的是没有什么车 全程包括等待 应该只是用了大概30分钟的时间 就顺利进来泰国了 拿到房卡了 可以把行李放进房间了 这间酒店离关卡很近 关卡就在旁边而已 走路都可以走到 一过泰国 就没有网络了 所以一到酒店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酒店WiFi的密码是什么 一放完行李 大伙马上又回去酒店大厅集合 因为有许多事要办 要吃晚餐 买电话卡 找钱币兑换商 换泰铢等等 现在我们就走在酒店附近的街道 看可以涉猎到什么好吃的 去了Darnot的7-11 便宜的电话卡卖完了 再去找看 现在担心 晚上所有钱币兑换商都已经关门了 那我们就要吃草了 这个小孩 不管去那里都是要吃麦当劳的 老婆没有泰铢 这里又不收 大选过 怎么办呢 还好我之前还存有一些泰币 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大家选择这一家的竹炒店吃晚餐 这是我们在泰国的第一餐 在等食物上座的时候 我们也去办了电话卡 和换了泰币 刚好我们去的时候 马币升值 一马币可以换到7.78泰铢 比较划算 吃完了 等下要去看黄明志在 Darnot有份仓谷的酒店 名字就叫 西北高兰 黄明志本人出来迎接我们 这是新的酒店 全部东西和装潢都很新 啊 早知道我们应该盯这个酒店才对嘛 参观完黄明志的酒店 我们又去了一家7-11 泰国的7-11真的很夸张的多 感觉一条街道就有十多间 参观一下跟大马有什么不一样 烤链 这样 呃就是一次而已 用一次罢了的 有时候你不是常常化妆的人嘛 你用一次罢了 然后 都好 啊 啊 每些没有了哦 你看他们全部东西都一次可以一次了哦 ok one time的 那 foundation 6秒 啊 化妆 就是你自己是要一次化的了哦 买完 上街一块的 带回去马来西亚 什么马来西亚 没有的奇怪 在走回去酒店的路上 看到了这档云吞面 被他的香味给吸引了 看起来很好吃 我们忍不住叫了一碗 泰国云吞面都是白色的 就算是干捞也是 不像大马的干捞是黑色这样的 泰国云吞面 第二天醒来 去了酒店对面的小食店吃早餐 在不知道要如何点餐时 发现老板原来会讲华语 才吃了一下 突然变异来袭 要赶回酒店开大的 吃完早餐 收拾行李退了房 就启程去下一个点了 不过过后第二天我才发现 我为了在酒店咖啡厅 喝一杯免费咖啡 竟然把车的保险和通关纸 都给留在了那边 没有了那些怎么办呢 还好打电话去酒店 服务员说有看到相关文件 会暂时帮我们保管 啊 松了一口气 我有等回程时再去拿了 发现泰国骑摩托的人都不戴头盔的 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在河上吃东西的一个野外餐厅 而且小孩还有带鱼往来 想要在河边抓鱼耍乐 但是很可惜最近泰国是雨季 河水涨得很快 水流得很急 餐厅的座椅根本无法放在河中 一放啊 马上就会被水冲走 而小孩也无法下河去抓鱼了 看了好几家餐厅 都是一样的情况 大家只能在四周走走看看 旺河兴探 既然无法下河了 那我也有早点去哈亚了 沿途可以欣赏一下泰国南部的风景 接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达了我们在哈亚丁的酒店 就是这个Golden Crown Hotel 不过我们来得太早了 还不能check in 要等到三点 现在走去大妹夫介绍的美食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毕竟已经到了饭点的时间 走每一下子 就到了白天开的慈善夜市 还没有吃就已经拍手叫好了 这里食物蛮多的 有白斩鸡 炸鸡饭 泰式沙拉 生烟海鲜 母鸡面 芒果糯米饭 还有很多的奶茶饮料 这是我点的 就是一个辣的猪肉面 巧慧点的炸猪肉淡饭 秀云点的白斩鸡饭 然后等下到巧慧试吃 如何 看美给面 巧慧 你的蛋饭怎样 给点留言 No 不好吃 还可以吗 可以 蛋桃不好吃 它的辣椒不一样 吃完了午餐 现在走回去酒店 看可不可以check in 我们会在这个酒店住两碗 价格是大概220多块 一碗就是110块左右 可以check in啊 对 把行李放进酒店房间后 我们又马上出发了 叫了一辆当地的嘟嘟车 一个人坐 很赶 算人头 一个人要20块 小小的一辆 可以坐10个人 我们人太多 一辆挤不完 要叫两辆嘟嘟车 先上先上 坐了大概20分钟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家商场 叫Central Hard Yai 这里的商场很特别 每个商场都有设立安检 所有要进入商场的人 都要先通过安检 确保没有携带危险物品 才可以进入 进入商场都有安检 感觉还以为是去了机场呢 安检很严格 是因为泰国曾经发生过 几起这个恐怖分子呢 他们携带炸弹 进入商场引爆的事件 所以才会现在 这么严格的管控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看 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烤鸡的 这个是烤鸡的 我们要不要吃烤鸡的 是烤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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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马来西亚没有的 哇,你还吃螃蟹啊? 螃蟹吃一口 这个toro fry是一家网红店 排队买它的人非常多 还要拿号码等待了 自而买了 要等差不多30分钟才轮到它的号码 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试试看 哈哈哈哈 吃到我们那边 烧了,烧了,烧了 烧了,烧了,烧了 烧了,烧了,烧了,烧了 烧了,烧了,烧了,烧了 烧了,烧了,烧了 走出Central Hot Yai 大概走路10分钟 就可以到达Haiai的另一个热点 就是它们的夜市了 那我们就先逛一圈 看有什么美食 这当有很多不同的水果奶系 来到泰国 当然不能错过它们的Coconut Shake 马上点了一杯来试试看 买的人也蛮多的 需要有耐心等待 我点的Coconut Shake 终于好了 付了钱走人 逛完了靠近Central Hot Yai的夜市 我们回到酒店 又去酒店附近的另一个夜市 感觉很忙的样子 感觉很多的大马人 大家都从自己国家来到泰国 消费了 今天是星期六 人超多的 这样晚上最好的活动就是给人按摩了 说去就去 现在我们就已经在一家按摩院里了 在我们酒店市周围 有很多间的按摩院 每家的价格都差不多一样 就是一个小时200泰铢 我们就随便选一家进去了 好多嗦 好吗 你看 好了 你不舔它 你不舔它 你的话 你好苦的 好吗 哈哈哈哈